大家好我是KBON 今天來update一下咒暴地雷 台幅開機也過了一陣子 這幾天把咒暴地雷的秒傷提升到大約3億左右 也在實況上把大部分的Uber都試著打過了一遍 目前沒有使用到砂鋪頭 魔血也完全是非必要配置 基本上想要用這個狀態全通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想說在火炬開機前先來把最終配置分享給大家 這幾天也主要是在用這個機體來安全的打聖索狂硬鈔票 所以影片後面也會簡單提到一些打聖索的小訣竅 如果你對一些防型感到頭痛 那歡迎你把影片看到最後 開始前也別忘了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多影片 喜歡這個頻道的內容 歡迎加入會員或是使用斗內來支持我的更新與創作喔 OK 進入正題 跟上一個影片相比 目前的驟爆地雷已經達到了 12藍12綠總共27球的配置 從POP的秒傷顯示可以看到 我們的單顆地雷的秒傷大約是達到了6000萬左右 但POP顯示傷害的誤差在於 有算地雷網的更少投資速度 卻沒有算每次會丟出5顆 因此比較簡單的換算 就是直接將DPS乘上每次會投資出的地雷數量 因此才會說我們大約有3億 實際上來說預先丟好的話傷害可能會比這個還要高 如果後續有走位的話則是傷害會比較低一點 其實就當作一個參考就好了啦 標題打出來一部分是博眼球嘛 另外一部分是有一個基準 讓大家可以去做比較 那這邊就來講一下機體做了哪些改動吧 備注這個機體是使用魔血的 那後續也會講解如果沒有魔血 那該如何將缺乏的屬性補足 首先裝備上的改動 頭盔的血眼找了瓦加一爆球的 詛咒來源為戒指元素要害 再加上探測機獸的動傷 戒指其實洗得非常醜 本來以為會缺敏捷 結果其實是超缺力量 等等看天賦就會知道了 所以這裡戒指要是有補力量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如果是非魔血配置的話 建議戒指要洗得更好一點 最完美的是有抗性再加上一條屬性 然後還有集中元素要害 手套有很多的選擇 因為不用補抗性的關係 所以選擇了毒蛛手來拿傷害 將傲慢放在手套插槽 就能夠用生命保留來開祝福 非魔血配置請拿滿抗性 上罪洗出膽怯再加上引擎效果 因為少了魔血可能會沒滿爆 腰帶沒有魔血請使用黃裝 補好抗性以及生命即可 我的配置拔掉了魔血之後 還會缺一點點的抗性 所以戒指勢必要做好一點的 或是放棄腰帶的投擲速度 天賦的改動比較大 本來我們的天賦走向算是至終 不過為了多拿到一顆爆球 放棄了左邊的保留圈跟血圈 並且將星團改到右側來開 點出右下方的魅力圈 並且路徑上的智慧大點 用刺青改回加1爆球 12爆球的配置就完成了 剛剛也有提到很缺力量嘛 所以這邊也可以發現 力量的大點通通都被點起來了 之後會再考慮把戒指再洗好一點 解放掉力量大點的點數 再來星團上放了一雙對對碰 拿的是元素史的混沌天才 混沌天才這個點 會給予曝塞額外25%扣抗的效果 使我們的血眼頭有更多的效益 對巔峰頭目可以扣至最多-61%的抗性 相當的驚人 扣抗加上爆率會滿 最終也就不需要用砂布頭啦 後續等級提升上去後 還可以開啟中星團來增傷 即便這個集體相當的脆 但在聖索裡也能安心升等 不用擔心 然後專精有多點出 保留專精的增加20%生命保留效用 配合後續開啟更多光環效果 最後就是技能串連的改動啦 主串連的暴擊與輔助 改為了串增加暴擊傷害輔助 換取更高的傷害上限 保留的部分用魔力開啟 探測機獸、精準、石化之血 生命部分則是開啟活力 還有獨株祝福 如果沒有魔血的話 可以改成傲慢串兵截 同樣可以達到瓶血的效果 由於我們主要扣的是冰抗 冰點上的效用也會相當不錯 開啟石化之血的原因 是讓我們至少能夠撐住 聖索遠程怪物的一下攻擊 像是火攻、冰攻、火刀跟冰法 遠程攻擊防不勝法 能夠至少吃得下一招 就有時間把他們炸到冰起來 至於致命劍武那個順批斬 前搖時間也足夠我們冰住他了 除非你選到了苦痛效果 怪物行動速度無法低於基礎 那只能請你知求多福 畢竟聖索健身的一刀 任誰來都吃不消 更別提只有1300血的我們啦 其餘的串聯都沒有變動 後續提升到這個程度 這個機體就不再適合刷圖了 因為機體會非常的脆弱 但同時我們也有了超凡傷害 此時有兩個選擇 打王賺錢跟駐金聖索 那我是選擇後者 主要還是機體真的太脆了 在帶王上容錯率超級低 聖索則是跟我們完美的契合 就像是找到了天職一樣 那這邊也稍微講一下 我是怎麼刷聖索的 以及有哪些小細節可以注意 首先前置作業的部分 超級大推薦先去買額外 看見1-2間房間的生物 至少先可以看到3-4間最好 因為能夠往後看到更多房間 對於路線規劃非常重要 比如看到絕對不能拿的苦痛 絕對要去拿的獎勵等等 或是前面累積了大量的金幣 看到商人就可以優先開過去 至於需不需要全開 我認為如果打算長期住聖索 那自己累積聖物5合1其實就會自己開出不少 不必特地花錢去買回來 像我其實只用了一個2間的 就已經讓路線規劃優化很多 再來就講一下路線選擇 對做暴地雷來說並沒有特別難打的房間 只有幾個苦痛一定要避開 首先就是剛剛提到的 怪物行動速度無法低於基礎 這會讓我們冰不住怪 導致掉更多決心 失誤率更高 再來就是怪物增加生命 玩家獎勵傷害這兩個 都有可能會導致無法冰凍怪物 或是對視的時間變長 再來是怪物增加傷害這條 只要有這條在身上 那前面說的至少撐一下 就是直接失效啦 一鍵送你下去 所以千萬要避開 其他的詞綴基本上都沒差 減少決心 增加怪物扣的決心 決心集中要害等等 在我們能夠冰住怪物的前提之下 都可以大方的選下去 再來房型不挑 但是獎勵要挑 優先度為有低的獎勵防 大於詛咒房、大於商店房 大於主要獎勵防、次要獎勵防 應該大家都是這樣子選的啦 那詛咒房這麼優先的原因是 能夠冰怪以至於非常安全 使我們能夠大膽的去選擇 減少決心上限、減少決心恢復等等的高風險池 藉此去換到恩惠 讓速度加快或是難度變得更低 同時詛咒房內的獎勵 也可能會有神聖時在裡面 所以到了第三層、第四層 都沒有看到神聖也不要氣餒 很多時候就藏在詛咒房裡面喔 再來就是一些防型的技巧啦 首先大多的陷阱防型都有密道可以採 再來是封閉打所謂的防型 只要遇到噴火骷髏不要害怕 請你站得離它越近越好 由於噴火骷髏的追尾很慢 站得近就只需要稍微扭一下 噴火就追不上你了 再來那個新的雷射柱子 一定會從腳下開始射 所以跟火焰骷髏剛好相反 保持越遠越好去走位就好啦 隕石的話就是看個人技巧 我的習慣是看到隕石掉下來就順去踩在那個位置上 總感覺同一個地方 欸應該不會連續掉兩顆吧 我也不確定 屢勢不爽而已 最後就是王戰的部分 基本上全部的王可以秒殺 就都沒有太大問題 記得地雷可以先丟在觸發王 除了第二層王房真的太窄了 第四層王技聊戰近一點 血條跑出來之後閃到背後 就不太會觸發P砍以外的招式 否則可能會有一些法陣放電之類的招式出來嚇你 第二次打他也是想從到底 到了第二階段鳥人形態 一樣進去後先丟好地雷 觸發之後就開始繞著他走 保持公轉運動 就不會突然被電風扇送出聖索 傷害足夠就是一波帶走啦 現在鳥人已經不會避出打雷 所以不用急著要落地殺 穩穩的打掉把神聖收進口袋 有收入沒翻車才是最好的 大概就是這樣啦 這個機體除了一些小地方 應該也不會再做提升了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到實況 或是加入DC來問我 接下來會在火炬開啟之前 再做一個流派介紹 之後就是等到火炬玩完 再回來繼續組流派啦 以上走之前記得要按個讚 我是KBON 下回見